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还有一定的名气 还有部分的市民他们是愿意走出来响应这个三霸的行动 然后聚集在这个京中主要是包围着那个特首办 那里去呼喊他们自己的声音 还有去事项政府要求一个回应吧 今天主要的一个集会就是这样 集会的情况目前看来是平和的吗 现在还是平和的 因为可能是现在香港是正在下大雨 还有人们都在集聚在这个特首办 包围着特首办这样 然后有议员在叫一些口号啊 还有去说一些怎样去要求这个特区政府 去回应一些我们人们的意见这样 所以现在还是和平的 是 子轩那对于这个香港县长官林郑月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 不晓得你们跟一些参与行动的团体或民众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大部分都是不接受这个暂缓的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要求的是撤回不是暂缓 我们觉得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是实在是没有这个暂缓或者是成立的一个空间 我们要求是立即撤回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 是 那么目前在港府方面或立法会有没有进步的回应 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那后续你们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我们现在是还在讨论中 但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是有任何的群众运动 是没有越过我们的那个抗争比赛的底线的话 我们绝对会参与的 是 子轩那发起海洋参与的相关的包括这个三霸行动 还有游行抗议 你们希望说港府接受你们哪些的诉求 还有你们提出哪些的呼吁呢 我们有四点的呼吁还有要求 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 立即去撤回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 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成立一个调查的委员会 因为在这个游行 还有6月9号 6月12号的一些运动 一些不合作运动里面吧 有很多人 很多市民他们都受伤 他们都被警察的一些不合理的暴力对待 然后他们受伤 所以我们要求就是能够成立一个调查的委员会 去警戒 还有去严惩那些是人民的生命与草劫的一些警务人员 然后第三点就是不再定性6月12号的示威为暴动 因为哪一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人们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和平的集会 但是后来警察的他们的武力是升级了 然后令到整个示威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第三点就是不能再定性6月12号为一个暴动 然后第四点就是要西方一些被捕的抗争者 因为他们有很多 特别是大学生吧 他们是在医院里面 他们受伤了 但是在医院里面还没有验伤就被警察说 我要去布你了这样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做法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这样做 这个要满足我们这四点 这个四点就是我们的要求 是 非常谢谢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副会长叶子轩为我们说明 今天在香港的三罢行动 包括罢工 罢课还有罢涉情形 以及他们提出包括撤回修例等四项诉求